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来到游玩新花样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游戏是极品飞车集结 天美J1专攻竞速的团队,自2017年QQ飞车手游之后,已经快7年没有新作了 2024年的4月9日J1的新作《极品飞车集结》宣布游戏将在今年夏季上线 这是天美想做的,不是竞速游戏 夸张点说,极品飞车集结更像是一款汽车爱好者的元宇宙 很多开放世界竞速游戏,地图都会选择荒野或者小镇 而极品飞车集结选择了一座港口城市 大家可以在城市街道上穿梭,也可以前往各种场所参与各种事件 比起在荒野,极品飞车集结的世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自己居住的地方 这种生活感还体现在玩法上 在桑尼那里接委托时,有时它还会让你去开卡车 这相当于直接从竞速游戏变成了欧洲卡车模拟 这种驾驶公罪车的工程更是把生活感拉满了 而这种生活也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是汽车爱好者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不少汽车爱好者除了会去专门的赛车场 还会寻找本地的有赛道感的公路 深圳让这种生活化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在社交体验上的营造 汽车文化与外出牢牢绑定 现实生活中,车友会是汽车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 喜欢相同品牌车辆的人,除了会通过车友会探讨车辆价值的体会 有时还会组织不少聚会活动,通过汽车来增进感情 我们很少看到竞速游戏能够在游戏中提供类似车友会的社交场景 但极品分射集结显然要想这个方向努力 这也是像我说的那样,它像一块元宇宙的原因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跟车功能,玩家驾驶车辆来到其他玩家身后时就可以触发 当玩家选择跟车之后,就可以彻底解放双手 车辆会自动跟随前方车辆一同行驶 在这种情况下,玩家们甚至可以像开火车一样排成一串 一边在城市中穿梭,一边聊天社交 这个功能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很有意思 想象一下,坦洛尔这款游戏今后真的开发UGC编辑器 或许还能靠这个功能开发出一个老鹰做小技的玩法来 游戏里甚至还有一种卡车和轿车的组合玩法 有一名玩家驾驶背着斜坡的卡车 另一名玩家驾驶跑车从斜坡加速飞跃 并撞破天上的气球获得奖励 除此之外,玩家还可以开着卡车与其他玩家竞速 这类玩法和强扬者比起来有一点科幻 不过也算是让不少玩家有机会在游戏里实现了自己不敢做的事 但与此同时,游戏也并没有因为轻松感而牺牲竞速本身 在核心玩法最快,极品飞车集结也没有掉链子 游戏方面提供了竞速以外的内容 同时又在拉高竞速玩法的上限 强化游戏时竞速乐趣的重视 这二者还产生了有趣的结合 游戏中那些可以刷全的街道会记录下第一名的名字 往往是职业选手 这也拉近了玩家与顶尖选手之间的距离 使得玩家更容易感受到极品飞车集结作为竞速游戏的氛围 今天有玩新花样就是这样了 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在下集再见咯